嗨 各位学弟 学妹们你们好 不知道你们今年的政府大学 录取通知书拿到了没有啦 在MCO 可能有一些东西改变还是什么 但是我今天是想要跟你们分享 我们宿舍的经历 那我读的大学呢 就是沙巴大学啦 那通常得到沙巴大学 只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就是很难过 因为飞行票很贵 然后离家又很远 那第二个就是很开心啊 很兴奋啊 因为我那些想要离家出走的孩子啦 我知道你们的啦 那我想当年耶 我拿到的心情就是 一开始是很兴奋的 但是慢慢越来越接近去沙巴大学的日子 我就不开心啦 因为我怕我自己不能吸引之类的 我有一种欲感就跟我讲 去好那边会很糟糕 而且我很多朋友都在西马这边 只有好几个朋友会去懂嘛 然后我就有一次Google 那边的宿舍啊 想要多了解那边的情况 我怕我去到那边不能适应 那如果你是在Google 找沙巴大学的时候找到我 然后你也是即将进入 沙巴大学的学生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Instagram PM我 如果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所以自己就是讲关于宿舍的情况啦 那沙巴大学里面呢 就有三个宿舍啦 第一个就是 Toon Gustaf 我们叫TM Toon Fuap 我们叫TM 还有 College Kodjaman Excellent 我们就叫KKE 那大学外面呢 也是有几个啦 比如说 Eco Park King Fischer 服侠还有等等之类的 外面的宿舍 基本上我们刚进来学校的新生日 基本上是不会那么有机会拿到的啦 而且我所了解的都是在学校里面 就是那三个 TM、TF跟KKE 那你要得到什么宿舍呢 靠的就是你的运气啦 所以如果你要住好一点宿舍 拜托你多一点求神拜佛 OK首先第一个呢 我就来介绍Toon Mustafa 那TM呢就可以堪称说是一个不错的宿舍啦 他们里面还蛮不错 就是两个人一间房 还是三个人一间房这样 是很幸福一些啦 而且他们的宿舟也是蛮大的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来讲 是算不错了的啦 有大个的风扇的那些都算OK的 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 它算是比较旧的宿舍 很多东西都比较容易坏 可是我知道 然后应该他们的家具是有翻新了的啦 所以Junior里面也不用太担心 然后他们也输在食物就没有那么好 是整体来讲是很不错的 OK 第二个呢就是TF 就是Toon Fua TF呢也算是不错的 男生呢是五个人一间房间 然后有一点比较惨的事情是 我们今的那一年是他们换家具的时候 所以一开始偷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 他们只能睡地上吧 只有差不多两个人才有的风扇 然后还有五个床单 床单 不低啦 现在是涂在地上 看起来整个很惨啦 我的朋友刚进去的时候不是很幸运 有吓到一下 觉得哇 当时呢过了整整一段时间 他们换了新的家具 整个就不一样 整个就很幸运了 下一 batch的人进来就比较幸运啦 就是他们不用搬家具了 这些家具就是一个 每个人自己搬上来的 所以要谢谢你们 senior 他们很辛苦啊 把这些家具上来 不过勒 缺点是比较热咯 其实在沙巴是比较热的地方啦 所以在宿舍里面又没有冷气 风扇又很小 然后呢 有一些宿舍就会有猴子跑进来 那猴子会来打扰你 那你怕猴子进来你又要关床 所以整个房间有时候就会变得很闷 但是到了晚上基本上就会比较凉啦 只要你不要关床的话应该是ok的 宿舍很多时候就好像火炉那样 然后你就是那只烤鸭 那TF的女孩子宿舍是算蛮好啊 我觉得很不错 女孩子的宿舍呢 是四个人一些房间 但是是很宽大的啦 幸福的是她们每个人都有记得床架 然后每次我看到就觉得 她们好像在住民宿这样热 毕然也是热的啦 不管你住哪个地方 基本上都是会热的 然后有一些也是 就是猴子会来跟你做朋友啦 不过整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TF对女生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宿舍啦 基本上住TF的女生回头率是蛮高的 ok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亚轴 college kudiaman excellent 非常的excellent 如果呢你住在那边的回头率 基本上是0.01%啦 堪称完美的宿舍 那kke呢它就像abartment这样子 它里面有四个门 其中一个是厕所 然后厕所也要讲干净也不会到很干净 肮脏也不会到很肮脏 但是只要有人在那里做巧克力的时候 基本上整间abartment都可以修到的啦 kke呢也就是全部宿舍里面最窄最小的宿舍啦 我们的是上下铺的 然后坏处就是在TM跟TF的宿舍呢 那就是那两个宿舍呢 它们的地板都是地砖的 可是在kke里面呢 就是那种石灰地啦 然后它就是有一些是有葡萄紫皮这样的地毯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这样子包啦 所以就很多灰尘的囊长了哦 然后最辛苦的是经常断水 我就想到这个 我回忆满满 每一天早上最害怕的就是去开那个水龙头没有水 因为它没有水的时间呢 并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也并不会说每一次都提前通知你 有时候会提前通知你 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不会通知你啦 而且它断水基本上是每一个星期最少一次 你们可以想象到那种没有水的生活 我已经无法想象 它们没有水是可能从早上到晚上或者是超过24小时的 然后没有水的话你就真的要一间一间房间去寻找咯 有一些房间是有水有一些房间是没有水的 一直会经常断水的那种 那我做到的呢就是经常断水的那种 我记得我一来学校的第三天就没有水了 那时候我就以为是可能是一个意外 接下来每一个星期基本上没有水一次的时候 从愤怒难过 再来就是麻木 就是过后你已经习惯了 但是有时候你很累 你从你的课堂上回来还是一些课外活动的时候 你又发现到没有水了 真的是很痛苦 尽管有很多人去投诉那些 他们我也是没有看到什么进步啦 所以这就是最大最大最大的缺点啦 因为很热然后又没有水 哇那时候住到很辛苦啊 那在KKE呢也是有猴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房间都遇到猴子啦 可能比较接近森林那边的地区呢就会有猴子 一样的跑进来跟你做客一下 KKE不好的地方也是有在 他们的规则很奇怪 比如说不可以买网卖的东西 虽然有些人是会偷偷买啦 所以你们自己阿嘎阿嘎一下啦 我还记得有一次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 我的朋友忘记把锁匙带出去 我就帮他去拿SPEGGY 是有另外一间房间的 不是我的房间 然后去那边他的office呢 他要我把天花放在他们那边 好像做一个抵押 然后要写名那些呢我觉得还好 然后呢还要付一块钱 那这些东西是在其他两个宿舍 不会发生的事情啦 我的朋友遇到的只是去那边写一个名字 就可以把锁匙拿出来 不需要把手机拿放在那边 等你把手机换回来再还给你 因为没有手机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那么多东西可以抵押学生卡啊 还是你可能收一块钱就算了 可是他还要用手机来做抵押 然后还 过后还要你付一块钱 这些都是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房间的门外面 你都要复印那个学生卡 然后粘在门口 很奇怪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奇怪的规征 这些规征都是其他宿舍不需要的 可是我们就很多东西啊 然后有时候又有一些鬼故事传出来啊 当然KKE还是有一些好的地方啦 比如说那里的巴士比较多 然后那边靠近新的课堂 也就是我们叫DKB Baru 你们学生都会去上课的地方 走路就可以到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食堂的食物 选择比较多咯 那其实三个宿舍呢 都有洗衣机啦 之前的时候只有KKE有吧 但是今年他们都有跟进这些 洗衣机进每个宿舍了 所以然后每次洗衣在KKE上会办啦 其他的宿舍新进来的我就不是很清楚 但是洗衣机经常是一个爆满的状态啊 然后衣服也很少位置在啊 基本上都是要用抢的 而且很多时候会听到 会看到人家讲说衣服被偷啦 或者不小心错拿人家的衣服 所以你这一点就要注意一下 其实在政府大学呢 日山雨林啦 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昆虫很多 动物也很多 蚊子很多很多 我去那边被蚊子一直叮一直叮 可能是我的血的关系 可能是比较吸蚊子的那一类型 虽然是有一点辛苦啦 但是其实我相信过后你回想起来呢 其实是满满的回忆啦 也是你很好的机会去磨练你自己的 那当然我分享的这些事情只是我个人遇到的事情 还有我朋友跟我分享的啦 不代表全部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人遇到比我好的 也可能遇到比我更糟糕的 你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最后在这边我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来沙巴大学的宿舍住呢 一定要带一个风扇 雨伞还是 你会非常的需要它们 你住在里面呢 吃的东西就要收起来 并不只是怕人家偷包 也怕猴子来拿掉 猴子通常都是focus在食物啦 但是我是有听讲喔 那些猴子啊 心来放些哪人家的Laptop 然后丢下去 从四楼这样丢下去 哇 我听到我像这样的画面 我的心啊都在地雪啊 那衣服方面呢 你也不需要带太多啦 因为那边很热 你其实也没有时间一直去玩 几件的formal e 几件的T恤 长裤这样子 短裤的话你基本上只有在宿舍 里面啊 睡觉的时候你才穿得到罢了 那其实得到塔巴大学的同学们 你们也不要太担心 并不是所有的宿舍 都有那么多猴子啊 都是这样没有水的 那只是我遇到的 所以求生拜佛多一天 拿到好一点的宿舍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行啊 也没有关系的 你住了一个学期过后 你就可以搬出来的 第一个学期 你是一定一定要住在里面的 就是你的钱一定要给的 当然如果你住的觉得很不错啊 你希望可以继续住的话 你就可以努力的拿宿舍的分数 那你就可以申请继续住下去了啦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有兴趣 继续听我分享 Savata 那些所有的崩溃事情的话 可以按赞 subscribe我 留言给我知道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喜欢的朋友记得分享留言 赞和订阅 好记得打开小铃铛 OK拜拜